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9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会员专享的直播,我提前几分钟开始 先聊几句 一个,祝我们会员里面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那么做母亲不容易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母亲很了解 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做母亲不容易 我对我太太很了解,我对我女儿也很了解,所以我知道做母亲不容易 当然做父亲也不容易 但是做母亲更不容易一点,母亲的难更多一点 母亲的难在哪里呢?母亲的难在 其实最难的是协调,协调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呢 是母亲在 在撑住这件事情 很多事情,父亲呢就是 打一枪换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很多父亲 做一下,然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做饭 做饭 父亲做饭呢就是来表演一下 但是日常吃饭还是主要是靠母亲 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日常,我们的日常 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就是母亲不容易 所以我特别 特别向我们会员中的母亲们 表达这种 节日的 母亲节的祝贺和慰问 大概是这样 我今天喝的是普洱 我通常在直播一喝咖啡 在直播二喝 喝茶 那么我今天喝的是普洱 我喜欢喝普洱 我们家有好多普洱 各种普洱 普洱不是什么金贵的茶 普洱其实是 中国的中国人讲 讲吃讲要有时令 那么喝茶也是,喝茶要有时令茶才金贵,比如说绿茶 绿茶在中国人当中这个是最金贵的 最不金贵的就是没有时效性的茶 就是最不金贵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普洱这种 为了方便运输 是给少数民族的茶 那么 对这就是 普洱以前 以前很便宜 后来被炒作 炒作出 天价来,那么当然大家知道 地球上所有的物体 离开地球表面 最终都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 这个炒作也是一样,炒作 就是任何被炒作的 东西产品最终还是要回到地球表面上来 所以这几年 炒普洱的人基本上我见过的就没有 没有不被套的 有的很惨 炒得很惨 我就不炒这些东西,我呢就差不多 我自己喝,然后有人送啊,有朋友送我,喜欢宣送我 所以我们家堆很多的普洱,各种各样的普洱,其实我对普洱并不了解 我就知道这是一种 可以慢慢喝的茶 味道还行,有些呢有股梅味,有梅味的茶就多泡两遍 没有梅味的茶那就 就比较顺口 那么有些人说这个普洱养胃,其实这蠢蠢胡扯 普洱呢 他是这样,绿茶性寒,就是寒性 中国人讲呢,如果太寒呢,胃受不了 就会影响胃 那么普洱呢 普洱就是没有这种寒性 因为你放了很久,怎么寒不起来的了 所以普洱呢就不寒,不寒呢 并不意味着他养胃,他养不了胃,只是不会伤胃而已 绿茶喝多了会伤胃,因为他性寒,这是中医的理论 中医的理论 减肥也是不用指望了,普洱会刮油,普洱不刮油 所有的 减肥,减肥只有一样东西 减肥只有一个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我很有减肥经验 我而且有减肥成功的经验 我曾经减过 30公斤 我曾经减过30公斤,减掉30公斤之后 我的衣服全部都要换掉 要买新的衣服 减肥只有一个办法 就少吃 那么怎么样能够少吃 我给我分享一下少吃的 少吃的诀窍 少吃的诀窍就是 不要太饿 怎么能够不饿 就是 就是经常吃点东西 经常吃点不那么胖的东西 就是 哪是这样 人永远不可能战胜饥 饥饥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饥饿可以战胜的话,你基本上就死了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 减肥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减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在快饿的时候 你就吃根黄瓜,或者吃个西红柿 这种健康的蔬菜或者是水果 不要吃苹果 不要吃香蕉,那都很甜 就吃 西红柿黄瓜 就让自己没那么饿 让自己没那么饿呢,你就可以少吃一点 别少吃太多,少吃一点,比如说 减少30%的食量 你就可以 让自己 这个世界上你要记住 容易的事情才能做得久 才能完成,而且才能够坚持 你不要把一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难 你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难的话,你通常就坚持不下去的 减肥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减肥 减肥那你就让自己少吃一点 运动可以吗 记住 运动不能减肥 运动是减肥不了,为什么 运动只会减少你体内的水分 真正你说你我打两个小时的篮球可以减肥,可以 但是不能天天打呀,对吗 你说跑步 我跑 跑两个小时可以减肥,那是绝对可以减肥 但你想一下你能坚持吗,我觉得你坚持不了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少吃 少吃能坚持的方法就是,少吃别太多 少吃30%到40%,这能做到 你坚持 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保证你能瘦 就是 不要和饥饿作战 是减肥的成功关键 这个很重要 那么 还有一个,减肥还有一个关键点,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医生 他有一种减肥的办法,他的减肥办法我觉得值得参考 他每周断食一天 每周断食一天,证明是有效的 他 他大概瘦了40公斤,他比我瘦,他其实没我胖 他比我,他 他瘦了40公斤,他原来也是个很胖,后来瘦了40公斤 他的办法是什么,他的办法就是晚上那顿不吃 中午随便吃,使劲吃 然后吃完之后,而且中午那顿他往后拖一脸 拖到两点多三点才吃 吃完之后呢随便吃 吃完之后晚上就不吃了 然后一星期断食一次 他大概是用了半年时间瘦了30-40公斤,那也是很惊人的一个受法 所以基本上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所以大家享受,可以用这种方法 试试看 我是这样觉得,你要做一件事情 要善始善终 我经常给我女儿的教育就是 你要么你就别做 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要把它做完 哪怕你做的没那么好,都没关系,你要把它做完,就像你写毛笔字 毛笔字你一定要把那个字写完 我起手,还没写好,没想好没关系,把这笔写完,把这个字写完 要养成这种习惯,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 你不要轻易开始 开始了你就完成它 所以这就会让你 在做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慎重 因为你要做就把它做完 那么轻易不要开始,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他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呀,我想做,我也想做这个YouTuber 我说可以啊 他说那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我说你只要准备一个摄像头 准备一个话筒就可以了 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准备一个灯就行 他说这么简单,我说这么简单 他说那我要不要学习 剪片什么的,我说你最好不要学习剪片,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等你把那学会了,别人已经都 你可能那片子就没学会,没学会剪片的话,那你这事不是黄了吗 我说你就直接上去直播 为什么 很简单 你就是要把 开始的事情 设计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 然后开始,让他开始 让他可持续 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 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断的完善他 我就是这样 我不会剪片 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我们剪片是用 我们叫编辑机 编辑机是用磁带的,放进去 这一头这边放一个带,那个放一个带 然后这一段剪的那段去,我们以前剪片是这样剪的 现在用的软件我不会 不会怎么办,不会我就直播 我根本不学习剪片 为什么 我觉得如果等我学习剪片,学会了 我再来,我学会编片子,我再来做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可能 可能就已经放弃了 就是这样 所以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人生只在五分钟 人生只在五分钟,讲什么 我今天其实是讲一个 讲一个道理,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我自己感觉的道理 我举个例子 我们起床 今天起床 赖床跟起床之间差多久,就差五分钟 五分钟 决定了你能不能准时起床 就你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起不起呢 这脑子一闪念 就是五分钟 在你脑子觉得是一闪念,但其实 就是五分钟 这五分钟呢 决定了你今天 能不能按时起床 但是大家想一下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五分钟决定的 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讲什么故事 我以前在 有人跑来跟我讲,当年他拿到风投啊,谁谁谁拿到了 拿到了资金,以前我做 做投资项目的时候 谁谁谁 拿到了资金,说是马云投的 马云就在电梯里,看了那个 项目教书看了五分钟 就拍板 投了,签字就投了 我跟他讲 我说你是只看到马云看那个那个报告,看五分钟 你不知道 他后面的团队 调查这个项目,调查了一个月,整个团队调查了一个月 你觉得那一两亿美金不是钱吗 不会的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只看到了前面的那五分钟 但是没看到后面整个团队研究了一个月 不会有人 用五分钟的时间 去决定 一个亿美金的项目的,没有人会这么干 我做投资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碰到过 所以 其实我们看到的五分钟,你比如说,我们今天 一觉 一觉睡醒,睡过头了 如果我睡过头了,大家就看不到这个节目 看不到每天的 我们的直播一的节目,或者直播二的节目,因为我经常在睡觉 但是 我没有一次例外 都准时起床了 这背后是什么 这背后 这背后有很多的东西 其中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纪律 很多人只看到了前面的五分钟 没有看到 背后五分钟背后的东西 五分钟背后就是纪律 当你有一个纪律,脑子里有个纪律的时候 你模模糊糊,迷迷糊糊的时候,你就会 就会一鼓努爬起来 准备 你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纪律,你要是不能够这样起 不能这样起来的话 你就没办法保证 你每天按时 开播这个节目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人生不复杂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大吗?不太大 真的不太大,你想一下我们 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读书的时候 同样的老师 同样的学校,同样的教材 同样的进度 大家是 智商,我觉得也没有,有差别,智商是有差别 但是真正决定 一个同学成绩好 一个同学成绩差 一个同学发展得快,一个同学发展得慢 他真正的背后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后面的那个几率的坚持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什么例子 写作 我是个记者 写作对我很重要 但是写作我也不是天生的,没有人天生会写作 所有的作家,所有的记者 你的好的 笔,好的那支笔 都是训练出来的 我到大学以后我就没怎么训练 为什么?因为以前训练过了 为什么?我从小学开始写日记 后来到了中学没时间写日记,就写周记 写周记 但是我是真的坚持写,每天困的钥匙都在那写 就这么一笔写出来 就是大家已经睡了,我还是在那写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什么 就是纪律 你要是有纪律,你才能够做把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坚持下来 你只有坚持下来 我就跟他讲 毛笔字一样 毛笔字第一笔写坏了,没关系,把它写完 你就坚持把它写完 把每个字写完 每天去写每个字 你才能把毛笔字写好 一样的道理 这个世界上人的差别不太大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人和人的能力 的差别,或者智商的差别 或者协调能力的差别 或者发展能力的差别 没有他们的成就的差别来得大的 差别那么大 你想你跟比尔盖茨,或者我跟比尔盖茨 我们之间的差距有那么大,没那么大 但我们成就可以差很多 但中间有很多因素 但是你往前面追,往前面追 有些东西是有差别的 有些东西是有差别的 有些东西的坚持 这种坚持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几率 我跟我太太讲过一个 前两天,我跟她因为一些事情 我就讲过一个道理,还是那个道理 其实几率很重要 几率 有多重要 比如说对待孩子 我们对待孩子,我们其实 教育,教育对待孩子 今天你可以让他 他困了 太晚了 你就让他 不做作业 明天 又 拉个什么事情,你就让他放 放过 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这么放过的话 那就已经失去了什么 教育的意义 教育最最重要的 把手是什么 其实就是纪律 纪律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纪律的背后的含义就是没有借口 就是你必须在 你必须在一个条件下 完成一件事情 没有例外 对孩子来说 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这件事情 是可以谈判 可以放水的 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 可以谈判可以放水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永远在跟孩子在谈判 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纪律 这个纪律就是没有借口 就是永远没有借口 你必须我们今天做三件事情 我有一年跟我女儿去多伦多 我们在去多伦多 看雪过圣诞 那个时候正好太太比较忙 我们去多伦多 我给我女儿定下来的一天的三个任务 拉琴 写日记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是写日记 还有一个是拉琴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忘记了 想一下 拉琴写日记 忘记了 忘记了 三件事 我呢就我就是一个因为我是爸爸嘛 爸爸就没有没有借口 每天 刚开始的时候搏斗 搏斗不行我不想写 我不想写日记我不想拉琴 不想拉琴反正是不行必须拉琴 反正你就你必须拉琴不拉琴我们今天啥都不干 我们不去博物馆不出不能出去玩 啥都不能干 最后 好 三天之后 每天 把这三天做完我们就去玩 这就是纪律 最后 我们后来去我们后来去英国 去英国 去日本 我们后来去日本 我给他定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去日本每天要记日记 记什么日记呢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拿了小本子啊这么大小本子 我说你可以写 写中文也行写英文也行画画也行反正中英文都可以写这也可以画画 我们去去日本去完了20天20来天 我说你啥都可以不做 这件事必须做完 他就说行可以 他就开始做 结果整个 旅程下来 从第1天 到我们离开 每天一篇日记 图文并茂 那是个非常好的纪念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挑战什么呢 打算我们能够坚持把一件事做完 如果我们开始的话 人 要培养的是什么 我觉得人要培养的是就是你完成一件事情的基因对孩子来说是这样 翻过来也是一样对我们家长也是一样 家长也是这个道理 你要求孩子你要有纪律你对孩子要有纪律 首先你自己要有纪律 你真的要到时候你要记得提醒他 我们要写作业了 我们要写作文了,我们要看书了,我们要写字了 这就是纪律,首先家长要自己要有纪律,你才能给孩子建立纪律 孩子有了纪律 教育才有罢手 如果一个孩子是没有纪律的,你的教育是没有罢手的 你怎么 找不到着力点 那你的每天 这个每天的家长就跟孩子在谈判 我要不要拉琴 我要不要干这个,我要不要干那个 都是可以谈判 这就是纪律的作用 价值 我就说 人生只在五分钟 源自于纪律 但是纪律背后是什么 其实纪律背后是 是那种对自己的约束 是一种态度 一种生活的态度 有句话叫君子圣读 君子圣读就是君子,我要是个君子 没人看着我的时候 我就会更谨慎 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人大部分的时候是没人看着你的 你要把这些做好 其实你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你只需要跟自己交代就好了 但问题是很多人 会把自己放过去 这就是差别 生活的态度取决于什么 百分之八九十的时候是没有人在管你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决定了 你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 很多人会 让自己 哎呀今天哎呀好累了 我就到这吧 就差多久 其实这件事情完成可能就差五分钟 可能就是那五分钟 差别就在这里 我经常 我经常跟我太太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认为 你要让孩子成为一个 高尚的人 你自己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你让孩子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要让自己更有价值 你要让成家 孩子有非常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 非常好的品格 那你就要做一个 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有品格的人 你必须做 做到 示范给他看 同时 带着他一起去做 是带领他一起去做 这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家长 最像什么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家长最像小组长 你让从管理的角度说 管理整个系统 有很多管理层 很多管理层 有CEO 老大 这个团队的Leader Leader是 发现方向制定战略制定方法的人 是找前进方向的人 这是Leader 还有一种管理人员是什么 小组长 小组长是 Leader说我们朝那个方向走 好 大家跟我一起走 带着大家一起走的人 那就小组长 其实小组长也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觉得家长 不是那个Leader 不是那个Leader 家长是什么 家长就是小组长 牵着自己的孩子 往前走告诉他 这里有块石头这里有水塘 前面是 路可以走得快一点 要小心这个小心 你就是个小组长 要用小组长的心态 来带着自己的孩子往前走 然后示范给他 你看这个可以跳过去我跳给你看他跳过去 那他也跟着跳过去 就是这样 你要作为什么样的你要做什么样的你要希望孩子做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做成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才有可能做成什么 他才有可能超越你 做得比你更好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他不可能做得到 那他做不到的话他不一定会超越你 他也有可能超越你 这就看机缘 他这个孩子的资质 看他自己的这种自省能力 自省能力很重要 一个人自省能力很重要 有些人有自省能力他很早就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间的道理 他会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那有些人没有缺乏这种自省能力但是 如果有个家长能够引领他 他可能也走得不错也挺好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 我也看到很多 让人很痛心的孩子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遗憾 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我自己回顾 之前的很多的 经历我都会觉得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候如果这样就好 那个时候我这样就好 但是不后悔 对我来说我不后悔我会觉得有点遗憾你我可以做得更完美 比如说 我想那次那次做哪个项目啊我觉得 我可能中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大家走了弯路 但是我不后悔 为什么我当时做那个错误决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个原因是可以原谅 为什么可以原谅 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真的很努力 我真的尽力了 这第一个是可以原谅 第二个 我真的没那么厉害 你要承认自己没那么厉害 人就必须让自己明白 我的能力边界在这你要 一定要明白而且接受 我自己是有能力边界的 我没有那么厉害 而且你这件事情 你也要跟你的孩子讲清楚 我没那么厉害爸爸没那么厉害 爸爸是挺厉害的 你要为什么很厉害 不是因为你能力强也不是你很有钱也不是你的你的这个你的职务很厉害啊职位很高 爸爸挺厉害的原因是什么 爸爸挺厉害的原因是因为 爸爸每一件事情 都很努力 都很拼 都尽力了 不后悔 这就很厉害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人你就需要 人你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坚持 坚持 不能放弃 就我觉得对孩子的培养是一样 你要坚持怎么样保证你的坚持 就是那五分钟 五分钟的坚持 确保把人生做完 做好不一定 但是至少要把它做完 不能半途而废 人生就是这种坚持 你坚持了 每次你都努力了 你就可以很坦然的对你的孩子讲 爸爸挺厉害 不是因为我的成就 也不是因为我的 成果 而是因为 我真的拼了 我真的坚持了 我真的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件认真的事情做到 我 没有辜负我自己的秉性 和天赋 没有辜负自己的秉性和天赋 就值得骄傲 人生就是这样 你不一定能够保证结果 但是你能保证自己足够努力 这就是 这就是我觉得 如果有一天 你的孩子 找你来说 问你 你觉得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事情 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我觉得就够了 当然 在你的人生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肯定有很多故事 你肯定有值得 跟你 跟你的孩子去分享的故事 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 就可以了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 有点 有点散 因为我想了很多 其实今天这个题目 我是想 放射性的来谈 但是今天有些东西我又跑得很远去了 所以回不来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想讲 没讲完 我们下次再谈吧 我们慢慢谈吧 我们反正 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谈 我是觉得有两样东西很重要 就是 一个就是 几率 几率和坚持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从几率 和坚持 你往上延伸到就是自我约束 再往上延伸就是自我约束的这种态度 人生的态度 就是那种君子慎毒的那种态度 就是没有人看着你 你也会 按照应该做的事情去做 其实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呢 大家不知道我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的材料 看很多材料的原因是什么 我要在我掌握足够多的新闻和资料 我才能够选择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 题目 来给大家 准备这个题目 其实在我每天在我面前有很多的诱惑 这条新闻很刺激 这条新闻要做了的话肯定很有流量 这条新闻呢 没什么把握 但是呢 这条新闻呢 很多人关心 这条新闻呢 有意思 有价值 但是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不懂 你要做这个会比较难 因为有很多的解释工作 而且 可能流量没这个好 这个现在是正当红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诱惑 各种各样的诱惑 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跑来爆料 一会儿呢有个什么行家来跟你讲个什么消息 各种各样的诱惑 那么 我自己坐这里 没有人在后面看着我 我就要问自己 以我自己的专业 你觉得哪个 最靠谱 最值得跟你的观众分享 你觉得哪个对他们最影响最大最重要 作为一个中国人 因为我做的全是中国新闻 和中国有关的新闻中美关系中朝关系 这其实核心还是关注关心中国 其实大家来看我也是看 看中国跟中国有关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真的需要什么 君子慎读 就是你真的是要 从专业的角度出发 从你的专业的职业的操守出发 选一个你认为 最合适的题目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的题目 不跟潮流 我不跟大家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题目做出来 为什么没有流量 其实一方面平台有问题 还有跟我们自己做选的题目是有关系的 因为 如果大家都在做金山胖 你要是也做金山胖 你的关键词跟大家关键词共同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在别人旁边 但是大家都在做金山胖的时候我又不想做金山胖为什么 因为那种起哄我知道有问题 我认为 金山胖没死 没病 是有人在炒作 那我就不做金山胖我就做别的 他做别的呢你跟别人关联不起来 所以你的流量会不高 我们叫推荐的 推荐的流量就不高 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专业 专业操守 就这两样东西在这里面 这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以走得远 我们可以坚持 至少我可以对我们每一个 网友 我可以对他讲 我们选的每个题目都是在那个条件下 我认为最好的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考虑 不考虑别的只考虑刚才讲的 一个专业 一个是操守 守住这两条线 流量重要吗流量当然重要 但是你跟这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比 这两个更重要 因为这个可以让你走得更远 时间会证明很多东西 时间最终 我都我经常讲 谎言只能在一个一定的时空内 能够欺骗 一部分人 你在所有的时空里 在所有的人面前 谎言是破产的 就这个道理 一样的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是专业 你真的是诚心诚意去做的 哪怕你犯了错误 观众都会原谅你 因为你是真的是 你不是 你不是神嘛对不对 你是会犯错的吗 那就犯错就认好了 所以我觉得 纪律 自我约束 君子圣读 我们所有的一切 其实秉持的一样东西 就是 你要有个Vision 你要有一个 追求梦想 然后坚持下去 有几率 有几率保证你把这些事坚持下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主题到这里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有什么互动的 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然后我鸣谢一下鸣谢一下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人生需要 人生首先需要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这很重要 第二 坚持目标 是的 我忙的时候早上四点二十分就行了 从早忙到现在 很好 我觉得也是这样 金掌柜洛杉矶置业 王老师母亲节快乐 前两天一直赶不上直播今天请你喝咖啡我家比较特别 平常都是我做饭 真的OK 做饭挺好的 我挺喜欢做饭 就是有的时候时间赶不上 林建辉谢谢 我们家呢 我太太做饭 很认真 那么我也喜欢做饭但是我没有时间 但是 我就经常 穿插一下 就这样 彭丽谢谢 王先生的节目帮我打开一扇窗 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选择的方向谢谢你 请你喝杯乌龙茶谢谢谢谢乌龙华很好喝 谢谢 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 他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 非常对 孩子真的是我们的镜子 所以我经常讲 当你发现孩子身上有毛病的时候 不要去先去说他 先说看看你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毛病 孩子身上的毛病都来自于家长 所以 不要理直气壮的去批评孩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要这样批评他首先你要检讨自己 然后再去 纠正他 帮助他去克服这些毛病 应该是这样 刘Alex 说得太好了 王老师的小朋友毕业了吗 当然还没有 谢谢我们还有很长时间 可以分享我们的这个教育话题 感谢王老师来一杯墨尔本 谢谢 谢谢 平时收看王老师的节目收益良多 今天的节目可说意义非凡 加强自律 对做成一件事情太关键了 谢谢 谢谢你 爱丹 梁爱丹谢谢 刘宽谢谢谢谢王先生的专业性支持 小静谢谢王先生分享的大都市做人做事的最基本的原则和道理 而这些道理 都很容易被忽视 谢谢王先生的提醒分享 是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人要经常的有 有一个自己的小树洞 让自己去 让自己去反反省自己 或者是我们叫我叫精神洗澡 我有个同学 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叫 黄灿燃他是个诗人 他是一个很 他是一个很抽离的人 就是 我跟他基本上是 思想交流就是 我跟他 我们差不多会有一段时间见个面比如说一两个月见一次面这样 我觉得跟他交流那就会有一些 灵魂上的震动 灵魂上的震动 所以呢我会时不长的去找找他聊聊天 他就很喜欢我女儿 他们两个是关系最好 他为他写过 三四首诗 我觉得很很有意思就是 他们两个 很能玩的一起去 然后我跟他 交流我就觉得 是一种 就是 有点 粗俗的叫精神洗澡洗洗 我觉得人要定期的 定期的进行一个精神领域 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做一个这样的 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大家能够停下来 想一想 想一想和灵魂有关的东西和精神有关的东西和 和这个叫什么和这个 和我们现实生活有点距离 但是又能够宏观的去看自己的 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 我希望有些这样的空间 给大家 大家在这里 我觉得不是一个功利性的东西而是一个 而是一个很空灵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和语境 大家在这里可以进行交流 表达我们的 Vision 表达我们的 想思考 表达我们的一些 看法 我觉得这才是 这才是有价值的东西 好吧 血鱼C 看老师的节目总会心情变好是吗有这个效果太好了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说的身边有个医生朋友每天六点钟起床学习 晚上九点上床睡觉 他爸妈说从小没觉得他智商过人 但自律性 在他成功上 确实 起到很重要的因素是的 观点 我外婆教我的最简单最无聊的事情 一直做不断的做 认真的做坚持的做就好了 非常对 能把一个简单的事情一直坚持做 那是真的是会会很厉害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把一些事情 把它变得简单 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想坚持做而且一直做 你就把一些事情变得简单 越简单 越容易坚持 坚持难度就越低 不要让自己面对挑战我认为啊 我一直认为 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个不拒挑战的人 但是我还是认为 面对挑战其实是蛮 蛮伤害的一件事情 就尽量让自己不要去面对挑战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让自己 不面对挑战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个挑战 如果你是个很清醒 很明白的人 你总是会让自己处在 做一些选择做一些安排 避免让你 面对挑战 那你就会把一些事情做得 非常好 做得超过一半的人的好 有点拗口 我自己觉得我做的不好 回头想一下好吗 观点知道大学前我都认真很有几率 但是大学以后就飞了 周围的人都很懒 因为心情不好 矿客 因为下雨不想出门矿客 因为化妆品没有了矿客 洗个脸化个妆要一个小时 为什么我觉得宿舍制度就是不合理 周围的人都是一种 一种周围都是一种人还行 和自己不是一种人很痛苦 不被同化就被排挤 你的大学是这样的吗 我的大学好像不是这样 我还好我们大学还好 可能男女生不一样吧我觉得 我们那个时候互相不干扰不干涉 我读大学的时候 你看你的时候我看我的时候你爱睡睡我啊我不 我不睡我就不睡 那个时候我们反正就不大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场景好像 差别非常大 差别真的很大 情况我是个70后 烟台电大毕业的曾一度因为学历低而 极度自卑 后来发奋图强 在现在 现在的我已经是加拿大注册会计师 是上司公司的 Senior accountant 会想一路走来真的就是坚持 不放弃 是的非常对 提问王老师在 国内从小住校 早上起按时起床按时午休 晚上 晚自习 这对纪律有帮助有用吗当然有用 但是如果如果全部你现在不是这个不是纪律 这个是外在的约束 外的约束也是纪律你会服从纪律也是一种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还我还是那句话最最重要的 不是外面有人用纪律约束你 而是你自己约束自己 就是所谓的君子圣读 自我约束 我觉得才是 根本性 就是培养孩子也是一样 你去约束他你给他一个纪律啊你今天必须做完这1234 那他把它做完了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跟他建立一个vision 说我们今天呢 有个目标想做到这个目标 那有这三件事情你自己安排 把这三件事完成 他能把这三件事全部完成 那就很牛了 我觉得要要这样子方向应该是一个这个方向啊 情况这两个月homeschool真的很考验我这个家长对纪律的坚持 我给两个孩子定的时间表从早晨八点半到下午四点一项一项 我还得在家上班真的很累就像老师说的 就是磨练他们的习惯 是的 一方面是习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要接受纪律的约束 其实很多孩子呢 因为一直没有纪律的约束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习惯 他就要negotiation 他一直跟你谈判 但是当他接受了这个纪律的约束的他就不谈判了 不谈判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是这样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就是 怎么去看待纪律本身 是教育的一部分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比 用纪律去约束他们 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 提问如果我证悟中国的社会环境但渴望从事的工作岗位 却在中国我该如何取舍 希望老师为我们指点迷津 我刚从加拿大某商学院毕业 对所学专业兴趣不大 反而希望从事手机和电脑游戏的设计工作 北美的游戏行业对我这样的国际学生要求非常的 苛刻 门槛高 而且晋升渠道很不友善 除了少数计算机程序技术方向的同学 non-native speaker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因为语言 和文化 原因无法在北美从事 游戏设计工作 中国的游戏公司有适合中国人 生长的土壤和较顺畅的上升渠道 我很想回中国寻求 游戏行业的工作机会并深耕发展 但这个选择意味着我放弃加拿大移民加拿大的机会 对国内无缘瘴气的社会环境我很欣赏加拿大的自由平等 重视人权的社会价值观 面对于总长不可兼得的选择不在该如何是好 这个问题很普遍 很多 海外留学生 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去了国外 看到国外的这种 社会环境 知道回去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在海外有很困难 特别是留下来移民留下来很困难 该怎么办 回去呢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事业上可能容易找工作 文化人文环境比较友好 那么在这里语言也没有那么 自然吧至少没有那么自由吧 我觉得有两点我提两点建议我没办法帮你做选择 有两点 你可以参考 第一点 你一定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 就是说你内心的召唤到底是什么你得搞清楚 或者是说 你到底你的Vision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能只看一点就是哎呀我在这里找工作没那么难 我回国找工作 容易一点 你总是要 那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叫两难处境 这个两难处境其实你就把 各个因素全部扒开 放掉 为什么 又没有可比性 其实你真正的要 你愿意为这件事情吃苦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你无论留在加拿大还是回中国回北京回上海 回深圳 回广州 你都是要吃苦的了 为什么 因为都是你不满意的地方 那好 那你就要去问自己 哪一件事情 是让你心甘情愿去吃苦的 你就 跟着那个走 这是第1条 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你就是 回过头去看 我经常叫 跟我们同事讲 你现在 当你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就假设你已经五年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看 你现在的选择 对不对你用这个角度去看 还有一个 你希望你五年以后有什么样的生活 你就按照这个 你想要的这个生活 去寻找下一个路径 就这两点 理解吗 我再说一遍 第1个 你把这些利益是非好坏 全部扔掉 因为你没办法对比 没办法对比 因为各有各有好坏 你只能 就是听从 你内心的召唤 就是你愿意 心甘情愿愿意吃苦耐劳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人一定会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 那你就去 跟着你的心去走 就好了这是第1个第2个 你想一下你五年之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你五年之后的那个生活你现在就找一个路径 往那五年之后想要的生活 太远我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五年差不多 五年差不多你就想五年之后我要有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你现在就 就像你在 这个马路上淹了水 扔块石头再往前再扔块石头 就这样子你就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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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一个Milstone一个Milstone往下走走到五年 你想要的那个生活你再想一下 我下个五年我要什么样的生活 就像中国做的五年计划一样 你就 永远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人最大的自由是什么 人大的最大的自由 就是你想按照自己的想要的上方式生活吗是不是 也是人最大的不自由 就是你想达到你的自由的之前 你必须不自由 如果你之前 自由了 那你后面就不自由 这不就是人的道理 好吗 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你参考一下 观点要让孩子有纪律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自己一身作则 是的 自己也什么事情都要说到做到 遵守时间 我的朋友老公没事就躺在床上玩游戏 说好要做的事情常常不做 他的孩子就什么事情都讨价还价 事先说好的事情也不遵守 父母真的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没错就是这样 观点建议王老师在会员节目里多讲这种价值观方面的事情 给我们一些人生指导 我没有人生 我不能做大家的人生指导 我只能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教训经验教训分享给大家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人生都是独特的 真的没有可比性 但是呢 人性是共同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 每个人生都是独特的 他有独特的价值他有独特的风貌 所以其实呢 我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 都有可能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人性是共同的 就是我们在人性方面我们能找到 心灵相通的东西 所以我的东西呢我的看法我的想法呢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够 照搬照用那不行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独特的人生 一些独特的配方 中药的道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 没有一个人 可以没有一味药是让全世界都吃的 那是骗人的 所以你去看那些鸡汤 全是骗人的为什么 你觉得可行吗肯定是不可行的 我给大家的是一个参考 大家一定要拿着 你可以当当其中一味药 配一个自己的配方才行 说点私人的事 我是第一批留守儿童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过一天 许多时候我都很困惑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做 又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指导 在我身边即使是现在 留守儿童也非常多 爷爷奶奶不懂教育非打即骂的也很多 感谢王老师当我们的人生导师 我真的不敢当 我都大家的人生大哥吧 我呢有很多的教训 我有很多的经验 我可以分享我的教训 我遇到的那些挫折 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 我觉得我得意的地方 我以后跟大家讲我 我很笨的地方 我很愚蠢的地方 我犯的一些很愚蠢低级的错误 我当时跟大家讲好吗 观点同意王老师说运动不能减肥 我跑步六七年从来没掉过一磅 从今年年初开始 见学性断食 每天吃饭时间限制在六个小时以内 随便吃 其余时间除了喝水什么都不吃一个月就掉了10磅 你掉的有点少啊 应该掉更多 可以掉更多 你要坚持 就是 他这个方法呢 会越紧越快 真的会越紧越快 然后慢慢就稳定 慢慢就稳定 观点王老师那个朋友的方法亲身体验过很多很好用 下午4点前随便吃 之后再饿也不吃 一开始的两个礼拜一到晚上睡觉就特别煎熬 但过了平颈期非常舒服 然后半年瘦了20斤 大肚子没了 就是需要一定的毅力 是的 需要一 就家里人吃饭的时候你得走开 情况以前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工作过一年 产品stogen是自律给我自由对我改变很大 公司文化让我变成一个更加自律的人这个公司很好 很对 一个不能够自律的人真的很难完成一件事情 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必须自律 必须自己有纪律 必须自己能够约束自己 而且 必须 中国有句话叫 不带扬鞭自分题 要有这种精神 提问之前也听过别的频道 当时很认同那个频道的观点 现在听了王先生的频道 很认同王先生的观点 又觉得之前的频道 内容没那么好 从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随波逐流 没有思考和判断的人不知道该如何改善 认同是一种认知的过程 认同是什么呢 认同是你对这件事情 能够 带入 你比如说我讲我讲一件事情我讲教育 我讲对孩子应该怎么办 那其实你的所谓的认同是什么是你 带入了我讲的这个场景 你就变成了我讲的那个家长 然后你就觉得我讲的对 他产生的这种这种过程叫认同 那么你看我们的节目也好看其他的网友的这个YouTube的节目也好 如果你产生这种带入的过程 你就会认同 你没办法产入这个带入的过程产生这种带入的过程你不会认同 所以 你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你只是能够带入自己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人 你没那么 我不觉得当然我们可以挑战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没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除了批评和挑战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方法 更多的相处的模式 批评跟挑战都是一种模式 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 除了挑战跟批评以外 提问王老师如果子女和父母关系很差很差如何相处 我父亲关系很差 基本上打电话都是我妈接和我妈讲电话 倒不是说两个人吵架什么的就是基本上从初中以后 就不讲话 因为从小到大各种事情而且我都快30了 只要一跟我父亲说话就能把我训练 我想分享我的工作学习中的一些成功 都能把我挑出毛病来骂半天 那这种情况如何相处不过我 也在国外不在身边 还是一直不联系就算 这种父亲我见过 这是没有当爸爸经验的人 的问题 那当然首先要改变的不是你是你爸爸 所以你要想办法跟你父亲沟通 或者你要想办法让你父亲改变对你的看法 这里面这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你父亲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就算困难你要做为什么因为你是子女啊 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选择你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父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做一些改变 就说 你比如说你以前跟你父亲是这么沟通模式 相处模式的 你改变一下 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下改变一下你跟你父亲的沟通模式 你比如说 你可以跟你爸爸父亲 简短的讲五分钟 就不讲了 慢慢的改变 有些事情改变的从最简单的开始不要从复杂开始 就让他开始 就让改变开始 让改变让最容易的改变开始 你比如说你不在你不在身边 打个电话 让你爸你跟你妈说让让爸爸讲 讲两句就讲两句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简单的讲我这边有个什么事 简单的讲啊我们家我们家娃怎么样了 告诉他一声 好 结束 让这件事情先开始 让你们相处模式跳出原来的 车辙 进入一个新的车辙 每次讲个一两句一两分钟 慢慢开始慢慢让发生让改变发生 让给容易的改变先发生 你试试看 会有效果的 你记住 你是子女 你要多做一点 非常推荐Jordan Peterson的一本书 12 rules for life 王先生和各位一定要读好的 好可以我们看看 观点非常赞 赞同王老师让坚持变得简单的观点 最近读一本好书 Atomic Habits 其中讲到养成习惯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make it simple 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让一件事情 要坚持下去 你要让这些变得简单 你才能够坚持 你让这些非常复杂 你坚持的难度就太大了 观点王老师你做的对 对疫情这几个月来天天 疯狂关心各类新闻真的假的也狂热了又理智了 慢慢的有些人的话题让我有点疲劳 感觉没意思 只留下王老师像 的像每天听课一样没有错过一期 还有三几个自媒体 开始拾起丢下几个月的英语课了在美国必须把英语学好非常对 必须把英语学好你没有别的选择 好 观点看王老师节目以来越来越了解自己对身边的事情看得更明白了 很可惜没有在一个好的教育家庭中成长 但现在会越来越努力完善自己 真的很感激王老师 对我而言一事一复很多三观我会很合拍 王老师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动力真的很感激王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的肯定啊 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 我带给大家的仅仅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起点 开始 所谓的抛砖引玉 更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其实 我们很多网友给我一些这样的留言我也很 我也很激动我也很 高兴就说 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让我坚持下去 观点宿舍氛围真的对人有影响我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那时候住在一起的几个同学都很认真 晚上都很安静的看书忙着出国的准备 我也受他们影响相比之下其他宿舍的同学 都是一起玩游戏打牌等着转专业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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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开心赶上会员直播 谢谢 看王老师的视频不仅仅可以从王老师身上学到很多知识 还能从各位网友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非常对 之前有个网友推荐一个英国老医生的频道跟进疫情数据很有用 我现在只追王先生和那个老医生的两个频道 还有一个网友推荐过人类简史这本书 我现在也看英文版目前看了一半学的很多有意思的知识 这很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的内容很有价值,因为我们的网友也分享很多的看法 很有价值的观点 Money WBY 谢谢,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节目,你是我在油管上唯一成为会员的 频道 希望你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Jesse Lee,谢谢 安育普,谢谢 安育普,谢谢 Chloe,谢谢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 保持这种状态,就是 我们能够 进行这种精神层面的沟通,精神层面的沟通,好吧 好,谢谢大家,下个节目,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